魏佳22岁 河北人 本科 唐山师范学院 统计学专业 女朋友好 在场的12位boss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魏佳 今年22岁 来自美丽的古城邯郸 本科毕业于唐山师范学院 统计学专业 之前从事的工作是数学老师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找一份讲师助理 或者是董经理助理输出方向的管理培训生 谢谢大家 对老师你好 谢谢我的权利 推荐魏佳的理由就是 世界太大 我想去看看 本来是很稳定的学校的老师 然后呢 想要追寻自己的梦想 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所以愿意进入到职场当中来挑战自己 今天就来这个大世界 大舞台 好好看看 好 出来看看 出来看到了什么呢 想看看自己在自己想从事的行业里面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什么行业 什么高度 教育行业 然后能希望 就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教育行业 希望不单单的是 从老师这个职业来入手 能从教育行业当中走得更远 而且我觉得 那做了什么准备吗 大学期间做过什么 大学期间 大一那一年 主要就是担任一些家教 同时也能挣一些外快之类的 然后大二呢 就是在学生会留任了文艺部部长 当时活动比较多 所以就没有再出去做一些实习的工作 在回家的时候 主要是在一个认识的哥哥的服装店里 当过一些就是 做过一些销售 所以其实你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对 今年22岁 只做过简单的家教 两个月的服装销售 服装销售吧 三个月的教师实习 算是 是吧 对 没有别的职场经验 对 那你今天来求职 讲师助理和总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讲师助理是因为 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 而且觉得比较适合自己 所以想从助理的方向开始 去一点一点学习 选择总经理助理呢 是因为我觉得进入到一个我喜欢的公司 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我想一直留在这里 觉得总经理助理可以更好地帮助我 了解公司各个部门的运营情况 让我更好地投入到这个公司当中 你今天有想去的企业没有 了解的 意向企业 肯定是优胜教育了 对吧 教育的 对 还有吗 还有了解到就是 银科律所以及那个 银科律师事务所 对 干什么呢 我了解到它是做那个法律服务方向的 然后后期呢 也在做一些就是在线的云服务 嗯 还有吗 了解到的 还有别的企业吗 还有了解到影视传媒 影视传媒你也想去 啊对 可能会觉得这三个公司不是很有联系 但是就是 我比较喜欢实业方向的 回家是这样 现在聊得有点冷 你的这个过往也可能比较平淡 你说一点 你在这个无论是大学事情也好 还是毕业之后 你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就是我在当老师的时候 其实集中成绩 我们班的数学成绩考的没有以前那么理想 当时我也在反思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第一我找的同学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老师呢 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老老师 对他们的要求是比较多的 然后相对于我的课堂来说呢 我对于课堂纪律要求不是那么多 然后第二点呢 是从我的教学经验来讲比较少 如果你们再错 有没有人说过你说话没重点 就我说实话 通过短时间的沟通 我不认为你有 其实特别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 第一你说话全部是一个调子 然后第二你说话没重点 你的表达有一种感觉就是 从这儿出发 然后带着我们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那种 但是你不觉得他很有范儿吗 他这个头型啊 就很有老师 你这人就知道看表面 那我来问你好玩的好吗 就得看看他那个 是这样的 你是中学老师对不对 对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特别想当老师 但那时候就无情地被拒绝了 他们说你太不像老师了 那你一站学生不知道是跟你玩还是听课 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同学是怎么看你的 我一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 他们可能觉得 老师就是他们会说我天天换衣服 就是一天一套衣服 每天都不带重样的 你走梯台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每天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我会有一个好心情去面对我的学生们 那学生是认真听课还是在看你啊 我觉得首先我能抓住他们眼球 让他们看我的话 他们也会认真地听课 就不会有睡觉的情况了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 你觉得你的这个教学方式 或者是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之中 我们来测试一下 给我们上堂课 很简单的问题 就12个学生 你来上堂课 就是这样为家你注意一下 我们12个学生 都特别困了 然后大家都很累 对 甚至很疲惫 你要如何调动我们的激进性 参与到你的这个讲课的内容当中来 你想一想办法 起立 向老师问好 老师好 同学们请坐啊 今天呢 咱们这节课来讲一下 平行四边形 那我先来问一下 你们知道什么是平行四边形吗 不知道 太简单了 不知道 你看你们就是没有好好的预习 我昨天晚上留下来的公课 老师你全体好漂亮 我天天看着你的裙子 出去 老师把他挺出去 不 老师你每天换衣服 我真的 你刚才说什么了 这个学生是这样子的 老师承认自己长得比较漂亮 但是你应该明白自己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我的重点就是每天看着你 每天看着我 但是你的重点不应该是单单看着我啊 你还要听我讲的内容啊 老师这个同学太喜欢你了 都影响我们听课了 对 老师你要把它听出去 继续 老师请注意你的课堂已经崩塌了 继续 同学们咱们还是要回归课堂啊 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下平行四边形的问题 老师昨天晚上让你们预习了一下什么是平行四边形 老师昨天晚上我睡着了 你很困呀 那么在今天呢我帮你复习一下什么是平行四边形 我妈说了学数学没有什么用 学好英语我要出国 老师你的裙子是平行四边形的 你们啊来注意听讲啊 平行四边形 你就不能再严肃一点有点范儿吗 他刚才说你有范儿你就不能严肃一点吗 控制一下现场的秩序 我 同学老师这就是他上课的实际情况可能 是不是一个好的数学老师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在团队中肯定很受欢迎 就是说出现问题之后你没有拿出手段来 你反反复复再强调大家回到课堂 但是这种方法是镇不住控不住藏的 有态度 对 就有个老师的样 有个老师的态度就感觉 你不能认识他们胡来 就是他们主动 对 他特别的被动就是收在那 其实我觉得从你的感情经历当中 也能够看出你是一个 你还知道他的感情经历 当然 一段非常特别的感情经历 是吧那你说说 他暗恋别人十年居然没跟人说过话 是吧 不我表白了 但是被拒绝 而且被拒绝了很多次 十年 那你今年才 你今年才二十二岁 十二岁 十二岁 我承认我比较早恋 然后因为是上初中那会儿 初一那年 我记得特别像初一下半年 我喜欢上了我们班一个男孩 但是那个当时是上初二的时候 我跟他表达白 我说我挺喜欢你的 但是他当时有别的喜欢的女孩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当好朋友 很多年 你们那个时候就这么玩 我说得挺激烈的 你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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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点燃一生气 把肠子减了 听他说吧 初一 拒绝了你 然后一直到初三的时候 那个到初三毕业的时候 我还是特别喜欢他 到初三毕业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还是特别喜欢你 还是想特别想跟你在一起 后来了以后 他说他要去石家庄了 当时特别受打击 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一个 不在邯郸的学校 因为觉得 因为邯郸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觉得走到哪都有他的影子 天哪 我不想在那待了 然后就跑去衡水上学了 后来就高中就读完了 高中读完 等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我还喜欢你 他当时都无语 五年了 还是我还喜欢你 他当时都无语了 他说你自己该干嘛 干嘛 你非得搁我这一棵树上 吊死干嘛呀 后来了以后 我就说那好吧 然后今天你还喜欢他 今天算是时间过了这么久了吧 我其实也分不清楚 现在到底是喜欢还是习惯了 哎呦 聊了半天 啥也没聊出来 聊了一段十年磨一剑 十年磨一剑 关键是没磨成 还没磨成 对 磨成也行 或者说你要表达出 你坚韧不拔 我非他不嫁 我觉得还很执着 你要这么说 咱们这个事就得聊透了 我觉得十年专一一件事情 这是种品质啊 对啊 所以我说他如果再坚持下去 我认为他真的会 就是有闪光点了 你这个点如果用在事业上 非常不得了啊 这种坚持 不能这样认识 我觉得它是缺乏手段 我觉得这种坚持实际上不是坚持 是一种耗 你知道吧 他没有改变现状的办法 对 没有改变现状的办法 你十年都没有改变一种方法 这一定是中间出现的问题 卫家在聊他这个男朋友的时候 我看到了他特别真实的一面 好可爱 好亲近啊 这种感觉 我问你 要把这个特质发挥大了 老板们会喜欢你 并且你的发挥办法 所以我想请教段东老师 像这种个性比较柔弱 偏被动的个性 在职场当中 是适合从事哪一类的工作 他非常适合 所谓按部就班的工作 所谓按部就班的工作 就是说 他可能交给他一个事情 他会很负责地把它做好 但是他内心又说 这不是我喜欢的工作 做行政工作 他一切的东西 外边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那么 你要去看的时候 你要知道 自己能不能应对 反应的变化 自己能掌控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亲和力不错 比较柔弱 相对于被动和按部 就班的一个女生 来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还有旧战争 接下来我们的天生我有才 我的才艺感受 就是一小道主题班会 主要讲的是礼仪文明 同学们 今天老师不上课 就想跟大家聊聊 礼仪文明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中华民族是一个 有着五千年 优秀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 古人就说过了 不学礼无以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学习礼呀 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想想 班上乱丢垃圾的 有没有你们的身影呢 校园当中 嬉戏打闹的 有没有你们呀 你们现在呀 自己心里面呢 应该有这么一个答案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 那个最不讲礼仪 你那样做的 跟他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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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两腿不光皮 还一前一后 然后斜在那儿 让你在这儿讲课 你跟他讲讲课 你好 李嘉远先生 我希望就是 那个我在尊重您的同时 您也能够尊重我 因为我觉得尊重是互相的 我没有不尊重您 我很尊重您 只是我觉得 这个我灭灯了嘛 然后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毕竟这是一个公共场合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老板 应该适合注意自己的形象嘛 但我觉得真实最重要啊 我不希望端着做任何事情 我喜欢我真实地表达我自己啊 是我觉得人是应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随性 但是我觉得随性 是有一个底线和一个标准的 好的礼仪形 它也是最近公司方向的一个展现 老师你这会儿真的是比 跟开始有范儿多了 说太好 教育得太对了 我觉得又有一个词形 它非常合适 叫做蠢萌 但是蠢萌的同时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 我告诉你魏佳 其实我们一开始都说 你比较温柔可人 比较这个亲和 但一直觉得你在整场过程当中 不主动 没有自己的原则和范儿 没有态度 但是刚才跟刘家勇的对话当中 我突然之间看起来 你是有态度的 其实如果你一时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不会觉得 跟你的回应是遥遥无期的 会感觉你是很有态度 在面对这个事情的 这样就挺好的 刚才这个我就很点赞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吴展生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只位 我觉得你作为的最后的印象 感觉特别像林家妹妹 林家女孩 很亲切 所以我觉得你适合我们公司的两个职位 一个是行政的专员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客服的专员 我们那个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是管理培训生 但是我们可能让你从行政专员先轮起 咖啡机非常欢迎你 留给你的岗位是管理培训生 然后直接从培训讲师助理 你想要的这个岗位开始 好 谢谢 看好你哦 我天然地相信 短发女生就是干脸 所以我们集团 江蒙林所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那么我们最近呢 是一个是互联金融离金所 另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旅游产业 所以我希望在这几个职位里面 你都可以来当管理培训生 那么有很好的机会呢 然后你得看到很好的空间 我想提升空间应该很大 来 考虑一下 再深入 陈浩 谈钱不上感情 来 提起一下你们的薪酬 六千家 试用器五千家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其实我想说一点 我不能肯定现在是你学习能力的问题 但是我也想给电视机前的求职者 普及一个基本常识 就是面试不是说要靠技巧取胜 但是要掌握基本技巧 你明显没有为求职做过什么 基本的检索 老板喜欢什么样的特点 喜欢求职者什么样的个性 我觉得你不管是包装也好 还是你塑造也好 你最起码得有突出的一把亮点 哪怕只有一把剑 今天就是整体确实有点平啊 实际上我为家 我并不同意常好的意见 实际上我并不喜欢一个选手 而经过一个程序化的包装 来展现一个不真实的自己 实际上那样的时候 是让老板更无法去判断 真实的为家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更喜欢 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整线 我就是这样的能力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 很好地表白 深深地打入他的内心深处 这个我一定要纠正一点 在任何一个企业 做岗位招聘的 不会以素质性格作为基本条件 说你性格很好 性格力很强 作为重要加分项 这是绝对不专业的说法 它说不出你很多 职场能力的具体优点 这是肯定的事 你要明白谁在忽悠 实际上 没有一个人才 是按照流程打出来的 好了 所有阵阵有天才的 领导力的人才 都是跟他的领导 跟这个公司的boss 看出来 这个老狐狸的眼 我许比我好 不是忽悠的水平 不争了 这就是我们俩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来 老梅不争了 你们俩的观点已经陈述了 我们问问他 有什么问题要问吧 好吧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问题 15秒钟时间 您可绿云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优胜教育 我觉得陈总说我说的也很对 确实是没有什么智商经验 我希望跟着他能学习